上下谈到袁昂为汉锦帝密谋 说叛军的政治诉求很简单 无非是诛杀朝措恢复失地 只要满足了人家这两个合理要求 不用大涨就能恢复和平 按说袁昂搬出这样一条策略 原本只是仓促之下的应急法营 听说朝措要治自己此罪了 这才连夜想办法争取先发制人 至于先发制人之术能不能成功 即便成功了真的把朝措杀了 把削帆削来的郡县归还原主了 世界会不会真的恢复和平 叛军会不会气焰更胜得尊尽尺 袁昂自己会不会因此被汉锦帝追究责任 眼下呢就只能搁置不论了 贤解了燃眉志气在手 以后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所以袁昂这一季能不能成功 如果我们置身局内的话 并不会觉得他有多大的把握 但偏偏是有凑巧 在叛乱发生之后 汉锦帝和朝措商量军事部署 朝措给出的方案是让 汉锦帝御驾亲征 自己留守承安 这个方案啊 乍听上去没毛病 当年刘邦出征 萧和留守 是一个很经典的人力资源组合 如果反过来 萧和出征 刘邦留守 那么大概率上 就不会在中国历史上 出现一个汉帝国了 但问题是 这一套汉家优良传统 实在是没法照办 因为汉锦帝不是刘邦 朝措也不是萧和 汉锦帝自幼锦衣玉石 从来没有见过战阵 心里啊正在七上八下呢 忽然自己最信任的人 要把自己推向最危险的地方 这时候汉锦帝 恐怕已经默默地 重新评估 朝措对自己的感情了吧 即便站在旁观者的立场 也会觉得朝措过分了 事儿是你朝措挑起来的 就该你朝措自己去产平 怎么能把自己的上级领导 推去前线 自己反而留在大后方 安全地带呢 所以苏氏呢 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说当时啊 朝措的正确做法 应该是挺身而出 充分表现自己有担当 有底气的一面 只有把自己制止死地 才有儿后生的可能 他呢 却反着来 安全地 反而招致杀神之祸 正因为朝措这一次的失误 才使原昂的馋颜 有迹可乘 就这样 汉锦帝双冠七下 战备也要搞 义和呢 也要义 十几天后 在汉锦帝的受益之下 整想淘青 还有一位在史料上 没能留下全民的中尉 还有廷尉张欧 一道 弹劾朝措 只供朝措 离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 还要把吴王 不曾占领的徐县 同县 送给吴王 大逆不当 依照法律 应当把朝措腰斩 朝措 全家男女老少 通通当众处斩 这份弹劾朝措的奏书 辞职通箭 只引述了后半段 在前半段里 交代了朝措 在建一汉井帝 御驾清征的时候 给出的理由 说百万大军出征 兵权呢 无论交给谁 都不让人放心 必须由皇帝 亲力欺眉才行 平清而论 这话 如果是别人说的 倒也谈不上 有多大的毛病 但问题是 这是朝措说的 朝措搞薛藩 就已经属于 离间刘家仁的 亲属关系了 又搞这一处 相当于离间 和景帝和群臣的关系 最不容诸 至于割让两个县 给吴国 假如朝措 真的有过这样的建议 应该也只是军事策略 并不是真的要搞 割底求和 但狼 既然已经要吃小羊了 理由 总是可以随意隐身的 弹河的走书 马上就得到了批复 可怜朝措 一无所知 景帝派中尉 照见朝措 当车子行进到东市 这是一个闹市区 武市呢 忽然把朝措先下车 当场腰斩 朝措是猝不及访 此时还穿着朝服 朝措的死状 自治通线的原话是 一朝一斩东市 这是从史记 吴王碧列传引用来的 这个场面 之所以汉人听闻 成为一个文化鱼马 是因为他开了一个很坏的县礼 腰斩 虽然很残忍 但巨武刑 更残忍 满门朝措 虽然很过分 但前有古人 后有来者 汉门帝 搞减刑 减来减去 灭门的刑法 终归还是减不下来 真正的问题是 杀一个人 甚至杀一个部长级别的政府高官 竟然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 即便是当年秦二世 杀李斯 好歹呢 也把李斯批捕 下狱 审讯 最后呢 让他穿着囚服 被压上心肠 巨武刑 腰斩 咸阳史 李斯 死得比朝作惨 受得折磨 比朝作大 被牵连的家属 比朝作多 但无论公正也好 不公也好 李斯好歹是经过 全套的司法流程之后 哎 才被杀的 朝作就不一样了 堂堂御史答复 前一刻还在指点江山 这一刻就穿着朝服 代表朝廷尊严的朝服 被皇帝像杀鸡一样杀了 如果假意在世 一定会搬出 投鼠忌器的理论 就算朝作该死 也不该这样把它弄死 结果死了一个朝作 却陪葬了整个国家梯统 按说当时不难有人想到这一层 但问题是 朝作啊 消账惯了 所以放眼朝野 找不到一个朋友 没人愿意帮朝作说话 相反 斗鸣和圆啊 很有人嘛 实际有记载说 判断发生之后 大长安一带的长者和闲人 争相依附 跟随他们的车子 每天啊 都有几百辆 因为一朝一展东市这件事 后人对汉景帝是颇有微词 确实汉景帝的表现太渣男了 爱的时候 朝措 拆了宗庙外墙都没关系 活活气死了 丞相深独家 转眼呀 不爱了 只因为原恩一席话 就来个 一朝一展东市 还把朝措 满门朝展 仔细一想 在七国之乱的整监市里 无论正方还是反方 似乎找不出一个好人 于是 侍庆的定性 无论说是诸侯王 勇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是说明君行臣 勇于对分裂割据势力宣战 至少从情感上看 都不如说是狗咬狗的一场乱斗 来的贴气 朝措被杀得干净利落 不但杀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全家杀光 不分男女老少 杀得之所以这么招摇 当然是为了让叛军看清楚 这是真杀 绝对没有弄虚作假 朝廷表态表得这样诚恺 接下来就该进入议和程序了 使者除了袁岸 还有一位宗正官 名叫刘通 他是刘碧的亲侄儿 和刘碧呢 都属于刘邦二哥刘仲那一支 看看这两名使节 一位是前任吴国国相 杀朝措的主谋 一位是刘碧血缘很近的亲人 朝廷的姿态不可谓不敌 那么 议和到底能成功吗 就在袁岸和流通 离开长安的时间里 前线有一名军官 人称邓公 回到长安禀报军情 汉景帝问他 吴楚听说朝作辅诸的消息 有没有休战的意思呢 邓公的回答是 吴王谋划造反 已经谋划了几十年 朝作的缺帆 只不过成为吴王起兵的导火索而已 吴王拿朝作为借口 狼子野心 其实并不在区区一个朝作身上 朝作一死 我恐怕天下有识之士 从此都不敢说真话了 汉景帝连忙追问 这是为什么呢 邓公答道 朝作的缺帆知己 可以为朝廷收万事之礼 但计划刚刚付诸实施 自己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陛下您这样做对内堵死了忠诚的嘴 对外替敌人报了仇 不明智啊 这话说得知其了当 汉景帝 窥然常叹 你说得对啊 我也后悔了呀 这样看来 似乎汉景帝只是一时受了袁岸的蒙蔽 现在呢 回顾外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朝作的死 确实没有使七国罢兵 汉景帝有十足的理由 是袁岸已重罪 但并没有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一 邓公说 吴王刘碧 几十年来都在筹划反叛 这 纯属夸张 汉景帝 兴致动民 二 如果 惩治袁岸 那就是等于 朝作杀错了 对于政教合一的帝国而言 这太有损皇帝的权威了 不如呢 将错 就错 而且 杀朝错 确实可以增加自己一房的正荡气 朝作 既然扶朱 朝廷呢 也愿意恢复被削诸侯王的领土 而七国联军 还不撤军的话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 乱臣贼子了 人人得而助之 接在邓公寄件汉景帝的时段里 袁岸 刘通 也到了吴王刘碧大理 要做一场 化干戈为玉帛的努力 我们下一讲 再见